大家好 欢迎收看百看影谈 面对着熊熊烈火 炙热的热浪扑面而来时 是逃避还是勇往之前呢 身为普通人或许会抱着留的青山寨不怕没柴烧的想法 先保住自己的生命要紧吧 而对于消防员来说 为了营救困在火里的群众 为了阻止蔓延的火势 这样的使命感令他们义无反顾的冲击漫山大火之中 2017年上映的勇往之前 是美国黑标媒传媒公司出品的传记式灾难片 这是根据格拉尼特山高手 这支美国消防队的真实世界改变而成 这支消防队是美国第一支 获得国家级先锋队资格的正消防队 而队伍的组进之初却并不是那么顺利 队长埃里克几次灭火行动中没有自主权 导致救火行动并不如他预期成功 因而他蒙上了自己组建一支消防队的想法 于是他招募了一批队员并开始进行艰苦的训练 埃里克悉数传授他们如何挖防火槽 如何建立安全区 如何以火攻火等等种种灭火方法 在训练的过程中有过争执有过放弃有过抱怨 但队员们在埃里克的带领下 急速成长为优秀的消防队员 其中最为亮眼的当属布兰登 曾是隐君子的布兰登 在进入消防队之前整日无所事事 只是女友意外怀孕 让他决定改变 他出入消防队之时 受到了同事的排挤和奚落 但是布兰登并没有放弃 最终用他的诚恳和努力打动大家 并和大家在一次实战灭火中 为团队赢得了胜利 并获得了格拉尼特山高手的称号 身为消防高手的队员们 日常生活中也和普通人一样 会和家人有摩擦 不信任 不理解 埃里克的太太总在抱怨埃里克 生活中心一直放在灭火上 而她只能获得埃里克不到10%的关注 两人的感情生活一度呈现危机 而布兰登 出为人妇的彷徨 无助如何去平衡 家庭和消防事业之间的矛盾 队长到队员都很为难 但是当亚利桑森林大火来临的时候 他们都义无反顾地接手安排 进入了熊熊燃烧的大森林之中 这一次不是演习 而是生与死的考验 他们甚至还没来得及 好好地和家人告别 为了避免离森林最近的小镇陷入火灾 他们貌似设置阻隔火势的隔离带 然而由于火势的高温 方向的转变 20位消防员最终结有一位性子下来 当影片一个个展现英雄权像 看到他们的名字 和他们牺牲时的年龄 出现在屏幕上时 观者无不潜然泪下 我不再为侥幸存活而深感愧疚 而是因为结识这群好兄弟而倍感有幸 你们都知道他们是英雄 如布兰登所说 那些在意的退意的牺牲了的 幸存了的消防员们都是英雄 感谢片方带给我们一场心灵的席力 片中拍摄的几次救火场面 都尽量地还原现场 据说拍摄当时 有真实的消防队员在旁边待命 汹涌的火势镜头 让我们更为直观地感受到了 消防队员的不义 并在此为他们的勇往直前喝彩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